《不良執念青廚師》 我在《不良執念青廚師》裡面 飾演的是陳楚音 他有個外號叫做一趴 一趴 一趴 陳楚音 非常想要當刑警 但是考試永遠考不過 所以永遠只能當一個一線三 我早就想問他為什麼叫一趴 但都會忘記 不知道欸 可能是智商吧 是不是我智商一趴 他智商才0.5趴呢 我在演的時候 其實我有很努力的把自己 很沒水準 沒禮貌的這一塊放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他這個人物的一個 標誌型的一個象徵 我覺得可以 這不這麼大 我其實真的本身我覺得最不像的地方就是這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非常 冰冰有理有精神的一個人 不好意思請問你們有深情嗎 今天本來拍戲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一直說他不是 他說跟我在這邊認識的才 什麼都是我害的之類的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不太可能啊 因為他特質就是可以拿來演成主力 抓 抓起來 手套進去 折 在動作訓練上面 我們當然也會盡量往寫實方面一點走 楚音在做一些制服上面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是都有根據警察他們平常制服 或者是要抓嫌犯的一些動作來做設計 欸 沒拿到 翻耶 一二三 好啊 這不是一個約會的一個動作嗎 先給你手高手 再給你面對面 整部戲最困難就是開車的部分 哈哈哈哈哈哈 先打回T檔 然後發動 呀這樣才發動 這樣才會動 OK OK 解鍋啊 你們不要這樣 剛剛開過去 然後我一過去就有一台車是撞爛的 就是他都不知道怎麼停 這停的 但是他前面都爛掉了 然後大家就這樣看我一下 我說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誰 傳這個謠言 每次我只要一上車 就會有人說 除非要開車啦 大家小心 等一下會不會直線我在這邊比較近 什麼意思 你OK齁 我會蛇行 我跟你講小心一點 我會提你的機器跑 大家小心一點 大家小心一點 對有點打擊我的信心 但我還是 很有自信的把它開好 從他身上學到蠻多東西的 包括他這個狀態的轉換 你用這裡叫 對不起 我覺得是帶給大家一個 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正能量的東西 真的還好有他在 不良執念青廚師一定要看喔 因為 我太 不良執念青廚師 是一個有別於以往的輕鬆喜劇 那我覺得裡面的話 我們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單元人物 所以在每一集 大家都可以找到不同的驚喜 總之就是大家一定要進來看 不良執念青廚師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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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